师父开法会的时候会说 会说某某菩萨来了 佛陀来了等等 见法诸既见如来 师父已经见证了佛性 是否随时见到佛陀 师父 你的意思我没有完全明白 就是说师父可以见到菩萨 后面呢 后面是什么意思 不是师父是这样 师父开法会的时候 会说某某菩萨来了 佛陀来了 等等 见法者既见如来 师父已经见证了佛性 是否随时见到佛陀呢 是这个意思师父 见证了佛性 是不是见证佛陀 实际上见证了佛性 里面就拥有了佛陀 因为这个本身比方说 这个佛性就是佛陀所传执法呀 明白了吗 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好 你看到法律 你是不是想到制法者啊 你会想到你会想到这个法院啊 执法的人员啦 对不对啊 或者你会看到那个最高最高这个这个这个人大这个这个红那个 这叫制定法律的机构啦 对不对啊 这一切啊 实际上都是因为你所拥有了这个法 你才能明白什么什么是法 是啊 那些执法者 实际上师父告诉你们 我自己看见我用不着告诉我自己的 告诉你们增加你们的信心 告诉你们很多人真的看见了 他们就会验证说 哎呀 原来我看到的是真的 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好了 好了